哈喽来看这名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嚣张 他在同样的店家是一偷再偷 地点就发生在台北市的东区 由于嫌犯曾经担任的是食材的外送员 透过工作的关系 得知有一些餐厅业者 会习惯把钥匙就放在店门口的隐秘地点 方便承搬的员工收获 而这名嫌犯他光是一个月内 就闯空门高达四次 两间店总计损失大约七万多块钱 警方获报之后积极不限调查 还是逮到人了 休息时间酒吧暗迷摸 有名男子却在店内偷偷摸摸 四处走动来到吧台 打开柜子东翻洗澡 终于发现收饮机的位置 有现金赶紧搜刮完后迅速流走 来店内的时候就有发现 就是我们的摄影机 有被破坏的痕迹 对然后后来后续点 那个零用金的时候发现有短烧 受害店家是位在北市大安区一间酒吧 5月初有名窃贼 趁着店家打烊时间 闯入犯案甚至先拔掉监视器店员 手法收敛原来市民贯切 嫌犯过去也从事餐饮业 他深知业者会将钥匙藏在店外的暗处 他得到了钥匙之后 就从酒吧的后门 开启大门的门锁 闯进店内下手行窃 嫌犯以类似手法 不断犯案受害的店家 还有这间知名牛肉面店 厂商合作都有放一把备用钥匙 让他们可以送货 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说 这个是以前厂商的救员工 后来他钥匙就拿手 我马上就是第一次被偷就换了一个锁 窃贼熟悉餐厅营业流程 部分店家会利用非营业时间 把钥匙藏在店门外隐秘处 让员工方便清晨收获 不料却让嫌犯有机可乘 三度闯入牛肉面店 前前后后共急偷走 约六万多元 锁定夜姓男子设有重嫌 遂迟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 台北地方法院核发支拘票 搜索票将夜嫌查契到案 夜姓男子落网后 工程因缺钱缴房租 才会锁定东区知名餐饮店家 下手心切 如今落网得为自己的贪得无厌 付出更大代价 记得另一位成绩想让台北赞获得